大家一定有听过股神巴菲特讲过一句投资的名言 就是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 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 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要投资能够成为股市的赢家 你一定要反市场操作 一定要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那在反市场操作中有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看到很多投资大师能够累积庞大财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逻辑就是危机入市 就是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 但是很多人很多时候在进行危机入市的时候 发现他都接到正在下坠的刀子 很特别为什么大师进场的时候是危机入市 我进场的时候反而是接到正在下坠的刀子 接到我满手是血 关键就在于你危机入市的时机点 也许不是最佳的时机 那清荣老师其实在过去在操作危机入市策略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策略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一张公司他会有危机入市的契机 他必须得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股价跌升 在股价跌升的过程中在技术分析会反映在月线 季线半年线年线这四条均线的空头排列的一个走势 那一般而言如果一档公司的股票他的股价呈现空头排列 那这个时候绝对不是你可以危机入市的 因为空头排列的走势 他可能也许你在接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接到满手是血的下坠的刀子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增重危机入市呢 而是要等到这四条均线呈现所谓的均线纠结 这四条均线月线季线半年线跟年线 这四条均线能够呈现均线纠结的时候 往往都是你非常好可以危机入市的一个契机 那透过这个方式啊我们有进行过大数据的一个统计分析 台股中只要任何一档股票符合了股价跌升 再加上最近这四条均线出现了均线纠结的发展 我们不管产业面我们不管财报面 我们就经常去做投资 经过大数据的分析结果 胜率是可以来到六成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换言之如果你在多考量一些产业面的因素 你在多考量一些财报面的因素 你的胜率就可以来到七成八成九成这些条件 而且往往危机入市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非常高的一个报酬率 那这危机入市的逻辑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一家公司 它今天股价之所以会跌跌不休 一定是因为这家公司营运遇到了麻烦 但是一家公司它营运遇到麻烦 要解决麻烦它是需要时间 公司可能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开发新的产品 可能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开发新的客户 开发新的市场 所以在解决麻烦需要时间的情况之下 那通常公司要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的一个成长的轨迹 它都需要一点时间的等待 而这个时间的等待 反映在技术面的一个走势上 就会呈现所谓的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的均线纠结的一个结果 所以欢言之一家公司股价跌升了 再加上均线纠结就代表它们已经在开始 想办法在度过先前所遇到的这些麻烦 它们透过这些度过麻烦的过程中 去寻找出它们下一次一定能够成长的一个条件 那当然我们在投资危机入市的股票的过程 其实就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好处 那这个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个其实就是你可以买到便宜的公司 第二个因为你已经是买在均线纠结 所以你可以缩短等待多头发动的时间 那第三个就是可以降低未来股价持续破底的几率 在这所有的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之下 这也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高胜率的 一个投资效率的操作策略 那今天提供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领悟到巴菲特所说的 当别人恐惧时也要贪婪的投资金水 感谢您的观看 旁观看 旁观看 感谢观看